台湾少子化的状况不断加重 人口负成长也成为国安议题 根据卫福部调查 夫妻不愿意生孩子的主因有三 那就是没经济抚养 没时间照顾 以及担心教养问题 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全台新生而仅85961人 较去年同期减少3869人 在创下八年新低 妇产科医学会预估 下半年孩童出生量虽会较多 但今年新生而人数大约会落在17万5000人至18万人之间 是台湾近20年来首度跌落20万人大关 为什么现在家庭大多不愿生孩子呢 卫福部国建属新公布的家庭与生育调查报告指出 调查7000多名20至49岁的民众 发现女性平均生育年龄为27岁 教育程度为小学 国中的女性首次生育年龄平均22岁 高中值25岁 大专28岁 研究所以上31岁 教育程度每往上一个阶段 诸次生育年龄平均就延后3岁 另外 已婚男女的理想女子数平均落在2.1到2.2人之间 但现实生育人数却仅有1.56到1.76左右 数次有所差距 女性不愿生育或多生的主因 第一名是担心经济负担太重 高达39%都因此不愿再养育多一个孩子 其次 有15.2%女性认为没时间照顾孩子 10.7%担心孩子教养或未来发展问题 男性方面排名相同 但有高达51.6%同样是担心经济问题 以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黄敏照 现在双新家庭已成为社会常态 随着女性教育水平提高 生子不会变成首要目标 也有很多人想冲刺事业 此外 很多女性生子时也会考虑到离开职场 影响竞争力或受到歧戒等问题 全球晚婚晚生也因此成为一个趋势 若要提高全台生育率 女性在职场的环境 待遇将成为重点 考量到育婴价等状况 公司在人力安排上需要更为充裕 并规划孕妇友善的环境 产后托婴也是激励因素之一 除了政府规划的公托外 也可将少子化的学校所多出来的空间 转换为脱婴中心 让父母们能更没有后顾之忧 生孩子要考虑的层面非常广泛 随着老龄人口增加 经壮年人口渐少 年轻人的负担也会逐渐加重 政府真的要好好注意了 来源 卫生福利付国民健康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执亏 赞 发 执互 执亏